下一個嘉賓我會邀請Haraway 我們常常是陳鎮康先生 我們常說Hasar Hasar會講解一下 如何醫生可以預防什麼運動 Hasar對於體能訓練 是有很高的經驗的 同時訓練過無小的職員運動員 以及職業職足球隊 我們現在先有請Hasar 大家好 不安 大家 明明都不安 沒錯 好 今天我會講一下這個題目 到底健身可以預防哪些運動創傷呢 健身其實大家都知道 其實是力量訓練或是力量訓練 即是以一些比較重點的東西來做一些動作 去令我們肌肉有一些教育的出擊 它的好處 其實主要大家都知道 例如是世界衛生組織 或者做運動之類的學會 他們都會推薦我們 要行上去做健身運動的 因為其實它是可以幫我們 維持健康和健身肌肉 就是健身肌肉 我們需要做運動的 有什麼好處 有些大家都知道 其實手看平時 你做的東西一定是很健碩的 亦增加到你的肌肉力量 是維持你日常生活的需要 即是你肌肉有力 是非常容易的 但第二樣其實呢 除了肌肉其實呢 我們做健身的時候 我們有一些硬力壓到骨頭上 會刺激回生長 所以你會見到 例如說 好像這幅圖 好像這幅圖 這樣的時候 如果你不舉的 尤其是女士 你過了不熟睡 你知道了 開始骨質疏疏 因為你一來上 平靜 還有 要 那個 那個 exercise 做了刺激的時候 它就會生長 去到 好像這個那麼漂亮 這個很厲害 是 那第三樣其實 健身運動 我們平時做其他運動 有什麼分別呢 平時我游泳跑步 一個單一運動 或者打球 都是那些動作的 可能會進行某些肌肉 用來做游泳做例子 這個動作 大家覺得 腰肉前面的肌肉多些 還是後面的肌肉多些 先試一下 我們游泳 我們不是背胃 我們是自由式 护士 护士 其實我們是很多時候 尤其是空肌的肌肉 如果我們只是做這些 普通的 就是我們叫做 運動 運動的運動 其實就有些肌肉不力了 例如背部肌肉不力了 但是健身運動 有很多不同的動作 你會將所有身體 大肌肉都會分別 其實它可以改善到 肌肉肌肉的力量平衡 因為我們身體肌肉 需要很平衡 就好像這個圖 你看到 其實很多肌肉 我們都是 我們會做一個 配合的 即是 可以一起使用 譬如我們 老虎仔後面 其實有一個三頭肌 如果有肌肉 能力量不平衡 會有這樣的情況 就是我們身體的 動作不平衡 所以我會介紹多一點 最後就是 其實我們做肌肉的時候 是可以幫助我們改善 這個姿勢 會有什麼機嫌化 大家覺得我這個動作好不好 大家都有些認識 這個呢 這個就會更好 其實我們做運動的姿勢 但是我們肌肉的肌肉 會不會擺那個位置不適合呢 因為擺不適合 其實是會有點受傷的 而做的兩分別呢 其實是可以改善到這個 即是 你去學習的時候 你也會把動作 那你就會有一個好一點的適應 對啦 其實這兩分別 可以預防 這個動作 對啦 其實這兩分別是 選擇的黨是很好的 是遇到很多很多人 都很不可傷的 譬如說 肌肉的力量不足 其實肌肉的力量不足 其實肌肉的力量不足 其實肌肉會同時 帶上來討論 在公民前後 已經講過了 那譬如說 尤其是大女後期 其實你會見到這個 如果你有看中球的人 可能都會認識 很小顆看不到可以講的 其實這個就是 因為他叫黑頂 他在美肌團那裡踢的之前 他這一個就是 在那一場比賽裡面 他跑 突然間會 突然中一個加速 一跑 之後就拉到大腿後肌了 是 後肌肉 拉到大腿後肌了 其實主要是 因為肌肉不足夠 我們考武 比例 肌肉不足夠的時候 一大力一張開的時候 他就這樣拉 才會做肌肉 所以肌肉的力量 是很重要的 好 接著 第二個 看多一次 剛才所說的 其實 運動姿勢不良 其實會導致扭傷的 這個 2006年奧運 在世界盃的時候 做了一個很簡單的傳統 狀況 然後踏地再重新進去 看到那一下 他一踏下去 突然一隻腳踢了一下 那一下其實 原來是前十次人帶 那是因為 他會落地的腳 那個姿勢 好像我剛才的 起跳落地那樣 那樣 那所以 他是不是 可以跟著你 不好意思 好 繼續 所以 他 擺地 即是落地的時候 腳的姿勢 不適合 就導致前十次人 打受傷 這樣 最後 其實呢 我想可能有很多人 都會遇到這個問題 例如剛才其實 他這個跟我有少許重複的 物理治療師 李珊說 就是 其實你的肌肉力量不平衡的時候 或者動作不適合 也都會令到有些慢性的痛症 剛才他就說Jumper SD 其實我們這裡除了Jumper SD 其實還有一個叫 骨 有些筋骨關節中合跡 即是說 其實 我們的菠蘿蓋 是在那個大腿骨 和小腿骨中間上面 上下游走 我們做這個肌肉收縮的時候 那如果 我們 那個肌肉力量不好 我們的射頭肌 亂按扯 我們的射頭肌 平時應該扯向這裏 如果 通常都會是我們的 鼓內側肌 這隻是右腳來的 鼓內側肌 會弱過外面的 因為有些人可能訓練的時候 不足夠的時候 那他就會特別扯向外 所以你就會知道 其實他如果扯向外的時候 那外側的壓力會多了 那我們 那個圓骨就會磨蝕得多了 所以 其實那個大腿 那個四頭肌肉 肌肉平衡都很重要的 力量 那所以其實 力量分裂 是真的很好 是可以預防到很多不同的 自己自身那個身體 那個condition 不好的受傷 是可以預防到的 即是你說 你跟人撞起來 那些不行的 但是這些最基本的 我們都可以預防到 是的 但是 做力量分裂 其實呢 我們是要有一個完整的計劃的 如果不然 我們就會增加受傷風險的 即是我們亂這樣做 有空就拿個20磅 有空就拿個40磅去舉 那不行的 因為我們就是要做不同的動作 所以就是說 第一樣 我們要做的動作 就是要包括全身的大肌肉 我剛才說的 等下我會再解釋 第二樣就是說 在大家初學者的情況來說 我們選擇的重量是很重要的 就像剛才說的 隨便拿個四角磅 這樣 即是被舉過的 覺得我要贏了 拿個四角磅 搞定了 那就要拉伸了 所以我們去做那個力量分裂的時候 我們要選擇重量 有什麼準則呢 希望大家可以去 從輕的拿到錯 即是一開頭試個輕的先 慢慢 OK 再試試到錯 那試到什麼叫做呢 就是說你做那個動作的時候 你做15至20次是會平衡的 那這個 在初學者的角度 我們練一個機耐力 還有這樣的時候 就會可以練到 就是練到最初的肌肉的進步 例如說拿一個壓力去舉老鼠仔 拿一個五磅開始 很容易 十磅 這樣再去提升 而每個運動動作 即是說 每一個動作 我們通常做完十二十下 累之後 是不是就放下完了呢 不一定的 初高非常 初高的時候 我們做一次就算了 但是 如果當你有進步的時候 我們就會 做完十二十下 可能有點累的 好了 放下 休息一會 休息 兩至三分鐘 這樣 再拿起第二次的十五至二十下 這樣就算為之做第二組 這樣 通常 在初高來說 我們做一至三組就可以了 即是我們運動 運動運動 運動運動 可能去四組至六組都不行 但是我們普通人 三組都夠了 每個動作 OK 然後 而我們這個 剛才我最初說過 我們要行常去訓練的 我們每個星期 我建議你做兩至三次的這個力量訓練 即是好像風氣球那樣 你不風氣球那樣 你不風氣球那樣 有空每個星期就風氣球那樣 OK 最後 我們做這兩次訓練 我已經說了 我們要學習動作姿勢 我們不是麻木 拿起瓦鈴舉 那時候 這個是很大的問題 因為常常要有些人 拿瓦鈴 即是拿瓦鈴的專領 一定知道有什麼問題 即是又蹲下 又扔腰 這個是全都不適合的 這些動作姿勢 大家去做的時候 一定要去 不要學識 即是如果大家不清楚 你們自己進去想做你的訓練 就要問回你們的 性交連打 或者雙關人士的方式 是的 剛才我講的力量訓練 要有一個計劃的 包括全身大運動 包括全身大肌肉 是的 那這裏就是一個很簡單的例子 那個 就比較慢的 我會抽樣子去講 那第一樣就是 剛才我講了 你會看到 總常會有十一個動作 包含了全身大肌肉 每一個 就會有兩組的 做十五下 完了 就休息兩至三分鐘 好 OK 包含了一些大的肌肉 這樣我可以簡單講 看看身體有什麼大肌肉 譬如前肌 上身你會有空大肌 就會在這裏 那你空大肌後面有一個 有一個跟他配合的肌肉 那就是一個背肌 即是我們背肌 這樣 那其實上面 還會有一個中背肌肉 那叫斜方肌力肌 這樣 那我們就會有一些上身的肌肉 那前臂的肌肉 剛才所講 其實我們前臂會有三角肌 OK 然後還有老鼠仔 和我們的三頭肌 在後面 那這些就是我們上肢會練的肌肉 這樣 然後 上身後 我們有腰風肌肉 那所以 會有腹部肌肉 我們會做一些讓我起座動作 這樣 之後 後面會有背肌 有一個鼠擊肌 那動作 我會展示給大家看 那最後 腿部 其實 很主要的 就會有我們的 剛才 李博士說的 鼓鼓肌 鼓鼓 其實 我們叫做 團帶肌 就是這裏 還有我們前腿 大腿的肌肉 很重要的 四頭肌 和光繩 大腿後肌 我們都要訓練的 那這些肌肉 大概這樣 希望大家可以記一記 而動作 就在這裏 那其實就是 剛才 Golomba 就對回之前那個 可以大家 我知道 今天未必吸收了 可以去 拿回去 作為一個叉牌 對 這個位置 詳細說 因為我時間有問題 好 不行 是 跟著 對了 那今天 在 大家剛才說的 健身運動 我是哈Sir 你這裏怎麼搞 很容易氣力玩 不是的 那 因為反而就是 大家做理論訓練的時候 可能會有一些情況 會出現了 我覺得是較常見 我想他夾幾個 不用用 不用用健身器材 去平衡你身體的 一些運動 這樣 很多時候 剛才我已經示範了 會出現一個 起跳下來的動作 好像我之前 當他做得不好的時候 其實 是我們的 團中肌出現了問題 團中肌 有很多方法可以練的 剛才這個 我們說的 Cram Shelf 動作 剛剛 李先生已經教了 不要緊 我即時會教另一個 給大家 如果 假設你自己做健身 看到人 或者你自己 就算做過Squad的動作 或者腿推的動作 出現了 在這樣的動作的時候 其實你是不會刺激你的動作肌 所以 我們會去做 隔壁式 去感覺到 那個肌肉 在這個位置 在這個位置 用那個肌肉 又或者 現在我教你另一個動作去做 就是 首先我想大家 一起站起來 對 對 我想大家腳尖微微向外 撥腳的 隔壁 隔壁 對 然後 我們這個叫做 雙鋪樽的動作 對 雙鋪樽的動作 一個好處就是 你抹鼻之後 你會刺激 團中肌 和團中肌 但是我們要記住 我們目標 我們不照顧自己 膝蓋 要跟腳尖過方向 就不要向前走 我們不是向前走 我們是向旁邊走 OK 我們現在一起做 五下 我們這個速度是很重要的 因為速度 都會影響到你的肌肉的刺激 我們最常就會是 慢慢下 快上 所以就會是 兩秒下 一秒上 OK 好 我們身體要保持一點點挺直 是 挺直 但是一點點前傾 就是鎖一鎖一鎖 OK 那我們現在 我們現在開始 好 準備321 Lock 1101 1105 上一秒 Lock 上 大家都做得好 Lock 上 是 是 Lock 有要放後一點點 Lock 上 最後 Lock 上 大部分都 坐在這裡 都會坐 做得很好 做得不錯 這個動作 我們重點是 OK的 可以大概的動作 動作 你自己都要想著 你不是想著 你不是想著 升高自己個人 你是想著踩他 你不是想著 這樣升高 你是想著踩他 OK 那你想著踩他 你就會是 那一次 就是Lock 可以有2個手 這個很重要 OK 最緊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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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再說一次 膝蓋不要動 OK 抹開個鼻 抹開個鼻 分開兩個膝蓋 你那個 團中肌就會刺激 OK 這個就是第一個動作 可以教到你 所以你見到你的朋友 或者你自己做的時候 做個腿推 做教學識 或者作為這個 都可以的 刺激包圈都堅持 你再做應該會 第二個 就是我所說 整天肌肉失去平衡的時候 當力量失去平衡的時候 會出現的 這個 上交叉綜合症 大家可能會認識的 就是軟肩 就是說什麼 就是平時我們 其他靚靚仔仔就會這樣 但是當你的身體 肌肉的力量 失去平衡就會這樣 陳潘欣 剛才她說 陳潘欣 其實很多人都是這樣 或者我都是這樣 主要是因為風機太緊 和我們背部肌肉太陽 所以就會出現這個症狀 所以今天我會想講一講 平時去健身室 我們其實如果要幾等級 我們就會做一個 坐式蛙艇 就是說我們現在坐在這裡 有一個鍵盤 做一個挺空的動作 OK 這個就可以訓練我們中部的肌肉 OK 我們的斜方肌 OK 會訓練得回的 就會可以幫助個人張開的 OK 但是有時候 健身室太多元 我們都用不完 做完擦的時候 有一些簡單點的動作 我們都可以做的 就是 其實可以大家 不如回夕室 我們再做第二個動作 可以看一看我先的 我拿麥克風去擋 這個動作就會是一個連串的 看著 這樣為之一下 這樣為之一下 就是挺胸的動作 然後收回來 夾一夾 太勒 就是這樣 但我們要記住 我們上手要升得高一點 放到最後 滑到最後 滑到最後 然後回回頭 重複 這個動作為甚麼呢 因為你透過 除了開合之外 這個 我們只是開合了肌肉 而這個上下的動作 亦都會令到我們 上中下斜方肌 在這個轉動的時候 有個刺激 所以是非常重要 所以記得 一定要上下 再上回 明白的 大家都做得很好 這個動作適合了 但是有時候 有些人會是這樣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開過風的 大家看到 要記得 要將它開過風 這個是很重要的 有些人是夾著 就是手擺後 就不玩了 我們重點是要 背脊 撞過OK 這個很重要的 同樣 都是兩三組 十至十五下 其實都可以的 OK 最後 這個平衡訓意 其實大家很多時候 在我們做健身 的訓練一定會分裂 其實我們小腿周邊的肌肉 即不是說小腿大肌肉 周邊的肌肉 都很重要 你做好你任何的運動 打完和球 轉方向 或者踢球 轉身 所有東西 你都要倒閉的 要急停 其實小腿 旁邊有一些小肌肉 是控制我們腳板著地 OK 剛剛好 好 但是這些訓練 我們往往都會分裂 做健身室 所以有些什麼方法 今天教一個簡單一點的 即是去到 譬如在運動中 會做很多最難一點的問題 在你們的場面 我們做一個簡單一點的 咦 你又玩了 黑Sir 簡單 單腳平衡 不要看小腿 你平時平衡兩下 當然 但是我們 是會有個訓練的 即時間的 其實 每隻腳兩至三組 每次一分鐘 其實你是有個效果的 但是我會教多一點 progression 給大家一個升級 最簡單的 對 已經急不及待 在前面 最簡單 開頭我們只需要 首先 站好 先拿著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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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90度 對 對 這高度90度 對 有些人如果有手平衡 就不行了 都已經要 這樣就算了 但是 好像大家都很厲害 然後就把手插 平一點 對 對 又或者把你的手放高一點 放高 在重心上面 對 應該會增加了一個難度 對 對 好 好 接著 去到這個位置的時候 好 我們要再做一件事 躲著眼 對 對 對 慢慢躲著眼 不要緊的 實有機會跌 這個高漢 不要緊死定 真的 失去平衡 另一隻要放下 否則 我們會做到 重心腳 OK 好 這幾個都 對 有少少難度 最後有一個 OK的 就是 不是這三個 那就是第四個 大家可以一起做 空間有限 其實我們可以手插腰 之後 我們每次拿起 就放 我們現在前面有個鐘 我們會做一個不方便的 我們會做一個不方便的 好 對 接著 接著 我們會跌外面 對 接著 再跌後面 對 對 斬開了八格的個鐘 對 對 對 接著 接著 再去 我們四點鐘 對 對 接著 三分鐘 接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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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再接著 一點鐘 然後 最後 回來 一樣 我們在單腳的時候 其實我們有很多肌肉刺激 小腿肌肉都有 那我們 我們做一分鐘就可以了 即是你 你的速度做了幾個圈 這個 最重要 在一分鐘裡面 你那隻腳 保持著 就在 即是要做到伸腳 對 透過這些訓練 其實我們小腿肌肌肌肉 可以得到 雖然刺激 有一個動態的 就不適合平時運動的 希望可以幫到大家 去 預防受傷 對 最後一個很快的總結 健身訓練 力量訓練 是可以 預防肌肉疤傷 關節扭傷 和一些 過濃性的動作 即是 肌肉的受傷 對 而訓練計劃一定要記得 是有一個完整的訓練計劃 OK 最後就是 這些動作不適合 不要自己亂來 找你相關的專業人士去幫忙 OK 我今天要講的是這麼多 多謝各位 謝謝 謝謝 謝謝